三 二 一 永续不能 舍恩其谁 启动计划会 正式启动 彰化县政府推动第二届青年永续经营服务计划 19日正式启动 今年更扩大领选十组青创团队 征鉴期间自3月20日起至4月30日止 欢迎18至45岁在彰化县以办理公司或商业登记的青创团队踊跃报名参加 那征选之后呢我们会有专业的来跟大家做相关的一个辅导 把我们永续的一个概念也带进来 那后续包括资源包括资金各方面技术 我们还会引进专业的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辅导 那除此之外还有三个场次有关于它的一个这个 相关的永续的一个这个策略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青年朋友了解这样的一个这个概念 那也欢迎我们青年朋友 节日起一直到4月30号快点把你的案件送进来 你就有机会征选到让专业的学术界的或者我们的这个业界的来跟你做辅导 我觉得青年人其实真的是要勇敢的做梦 勇敢的去执行甚至实现梦想 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县府给了我们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因为其实它是希望我们的年轻人 其实可以真正去了解自己 好好的去了解自己你到底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的天赋是什么 你能够为这个社会能够贡献的些什么 非常感谢县长还有感谢黄罗宏会计师给新东向有这样的一次机会 可以把我们比较超前的一些概念 然后在彰化把它实现下来 特别感谢彰化县政府为在地的青年创业者提供如此丰富的一个资源 那我在这边衷心的祝福我们青年永续经营服务的计划能够圆满成功 那也希望参与的青年朋友们都能够在彰化县茁壮成长成就自己的事业 彰化县第二届青年永续经营服务计划 以永续赋能舍恩起谁为主题 扩大领选十组青创团队 透过企业共同参与 辅导永续发展概念 导入大型企业的技术及创新思维 强化经营管理与策略规划 欢迎彰化青创团队踊跃报名参加 公益频道黄诗亭彰化采访报导 这变成了 不用节省 αι